世界的海峽兩岸學生棒球聯賽 進入第二天U12組的賽事 由台灣校棒的傳統禁旅 東元國曉交手北京團結壺 在比賽開打之前 來自台灣的CT Girls 帶來競歌熱舞暖場 讓東元國曉的球員們 忍不住活潑個性 由背號時候的丁子坡帶頭 與啦啦隊的大姐姐們 跳起舞來 因為當時說有誰敢上去跳舞 然後我就第一個就衝上去了 跳完舞暖完身之後 東元國曉展現強大實力 全場一共祭出十把直安打 其中背號十九號的黃勝宇 更在三局上開轟 幫助球隊只花三局 就以二十一比一打神對手 就是希望對手是強一點的時候 再打拳來打的感覺會比較好 很好 因為贏球然後又得很多費 所以就因為昨天輸球 所以今天贏球比較開心 上街賽事以第四名做收的東元 今年由於主隊留在台灣出賽 重光盃的賽事 剛好讓正宗年紀較小的球員們 一同前往深圳磨練出賽 力爭本屆冠軍的同時 更能獲得難能可貴的出國比賽經驗 你如果二十個人都比同一個比賽的話 他報名的有時候都十五個十六個 有時候要全部都上場 又好像只有十個十一個 剩下沒有上場的 一整天感覺好像就浪費掉了 所以我們會希望說 讓大家學生都有上場比賽的機會 這樣他比賽知道自己哪裡不足的時候 他在場下或是回去練球的時候 他的心態上面會更積極 東元國曉以二十分之差 拿下本屆第一勝 除了場上天府一柄 剛剛與啦啦隊跳舞的丁子波 更在賽後模仿台北市市長柯文哲 今天以這樣大比分贏球 我覺得心態上算不錯啦 然後我希望下一場可以把他拿好 然後拿好冠軍 回來體育新聞林家信楊維一 深圳採訪報導 啥 谢谢大家